大家好 呃今天我们来跟进一下 呃大马手套股 四大天王 呃的一些技术分析啊 也之前呢 我已经有分析了 用技术分析的这四个手套股 啊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去看回我之前的啊视频 这样呢 你大概大概就可以跟进我 呃这个视频所讲的东西 呀 so首先呢 我们就来看Hatta先 这是Hatta 呃 so同样的 我再解释一下 这边有几个 Integgator 呀 so这个呢 一个一个一个 蓝色的这个呢 我们叫做Session Volume Profile 呃 也就是看 当 当天 交易时段 他的筹码风 是怎么样去Distribute的 是怎么样去分布的 ok 呃 然后呢 这边呢 有个蓝线 每一个Session 有一个蓝线的 这个蓝线呢 就是VWAP VWAP 也就是 呃 Session Volume Weighted Average Price 也就是说 这边呢 他就不是看那个 筹码分布 VWAP的是看 你这个整个Session里面 呃 的平均价 的交易 的平均价是多少 所以呢 他的平均价呢 就是说他把这个VLM 呃 就说价钱 再乘他的这个成交量的总数 他就算到 呃 在某一个时段 他的成 他的这个VWAP的VLM是多少 就是也是算成本的 啊 也是算成本的 啊 呃 这样是什么意思呢 OK 然后一个就是 红色的线 这个横线红色的 就是 POC Point of Control 呃 也就是这个 Session Volume Profile 里面 成交量最多的价钱 呀 也就是说这个红线 呃 这个价钱呢 就是这个Session里面 是最多成交量的 这个也是 这个也是一样 也是一样 OK 那主要的用法是怎么样呢 主要的用法呢 我们就是有一个 呃 叫做心理的一种操作法吧 我想说是心理吧 呃 这个VLM 蓝色线呢 是说 我整个Session里面 我的成本价是多少 啊 大概是每个 比如说大多 就是全部人的成本价 而这个 红色线呢 就是说 当天最多人交易的价钱是多少 呀 所以呢 我们就把这两个Integator 来 呃交叉使用 然后给它判断一次 判断一下它未来的总是 是怎么样 呀 这个呢 这边要 也要把赏付 要把赏付 因为这个是赏付的啊 因为这个是 五分钟吧 五分钟 五分钟图 那边大概一天两天 三天四天 四天 四天图备了 是短线的 所以基金呢 跟大付呢 通常都是不会参与的 呃 通常都是 技术 交易者 或者是投机者 还会用的 所以我们就要去猜 去猜 他的这个心理的这个 啊 他们想法 然后呢 把他们想法 用在我们的判断 我们的交易 OK 呃 OK 你可以看这个Hata Hata五分钟图 老实讲 昨天是这个 昨天是这个嘛 昨天我讲说是POC这个 呀 所以到今天呢 不好意思 全部是在这条线的下面 看到吗 在下面 也就是说 他昨天的那个尾盘 拉伸呢 最后呢 还是没有起到 把股价继续拉上去的作用 呀 没这样作用 呃 这时候 我们就有一个 我们就要想想想想的 OK 现在今天呢 就 呃 股价呢 刚刚好是在 呃 站上这个蓝线 又站上红线 呀 但是呢 他 没有站上去昨天的这个价钱 呀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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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线 呀 而且你看这个红线呢 跟这个红线呢 跟之前红线是差不多的 呀 你就说这个是一个很重大的阻力 呀 没有站上去的话 反而 掉下来 就比较弱一点 很弱的 很弱的 啊很弱 虽然他今天是 站上去这个今天的红线 跟蓝线 但是呢 他没有站上这条线呢 就说这条线呢 应该是指这条啦 啊 通常都是 啊 他上去 他上去 挡回来 上去挡回来 上去挡回来 如果他也是很大机会上去 又挡回来 OK 呃 就 有点 弱势 今天是有点弱势 比较 比较微 呀 呃 如果你星期 明天是假期 然后星期五 如果你要交易的话 你最好还是要等 突破这条线 这条线才看吧 这条是哪条的线 这条线多少 这条线是多少钱 我们看看下 大概是六块三毛 三毛二左右 六块三毛半吧 呀 6.3 6.35 也就是距离现在大概是有 呃 一毛钱的交钱 呀 站上去之后 他就可以的 呃 可以的比较强势点 比较强势点 站上去的意思说 他站上去之后 又不要退来啊 又站上去 OK 这是Hatta的看法 嗯 另外呢 呃 这是Hatta OK 所以比较弱一点 呀 那我去看一下另外一个股 我们就想这个Cosan好了 Cosan呢 就 反而比 Hatta 的图是好一点的 首先呢 你看到吗 他这个 他这个红线是在上面的啊 就说 有人趁高 趁高啊 在他上来之后去买路 去买路 也是这个 也是这个point 这两个point 这样他可以不可以持续上去呢 呃 当然 你还是要看这个他之前的这个支撑线的 也是这条线 这条线 这条线 是他的主力 呃 但是anywhere 他已经算是一个好的开始了 因为他 这个红色线已经是往上去一个step了 他还是要证明他自己最好是要有三个啦 因为三个就说他最少他会突破这条 呀 这时候就会比较 啊 稳定一点 这样我们就可以有保护一点 呀 嗯 呃 大家要注意一下 因为这个是 短线就是quantra嘛 啊 或者是说quantra 我们在马来西亚是T加2 啊 T加2啊 也就说今天是星期四 他星期五 啊星期二星期三 明天明天没有交易星期五 所以他可以在下个星期一的时候才 才拿票 呀 也就说不管你要不要拿票 你都要 如果你不要拿票的话 你就要卖掉他咯 呀 我 我觉得这些 投机者呢 是不会拿票的 ok 是不会拿票的 所以如果他股票股价在星期一的时候 还是没有往上去啊 啊 你要小心啊 因为他们 可能就会卖出 cut loss 或者卖出套利 他不会 他不要拿 他不要用他不要出钱拿票 这个大家要注意一下 所以他 他 上了两天 他要 他要 在星期一的时候 来证明他这个 啊 他还是可以继续往上去的 因为你上上去的时候 而且宽刷人呢 他也会套利 啊他套利 或者是他止损 cut loss 星期二的时候他知道 ok 而且这 而且这 这些买入的人已经是赚钱了 ok 所以如果你要交易的话呢 你最好还是要看一下这个这条线吧 这条线是多少钱 大概是 ok 2块8 2块9吧 ok 这是他的价钱 2块8也是要突破一毛钱 一毛钱不算多了啊 如果他要上的话 他就会上了 ok 如果连这一毛钱都是拨不到的话 回来的话 这样当然就不用考虑了 这是 cocsum 我们再去看一下另外一些 supermax supermax的图呢 老实讲 当然是比cocsum更差了 ok更差 嗯 但是呢 好事就是说 很多人在这个价钱里面收票 看到吗 这个红线 做前的红线跟今天红线 是一致的 是一致的啊 是很多人在收票了 呃 不是很多 有人在收 在这个教会的时候有支撑 有人在收票呀 嗯 当然 他这边的交易量也是很大下啊 compare这边 你看这边是很少的 ok 他同样的也要证明他自己 就说我这两天马路的人啊 我的又说他你要他要证明他的决定是对的 either他卖 他的他是星期五或星期的时候 他也要做个决定 卖 在套利或者是 资损 也就是我刚才讲的那个 COSAN的道理一样的 ok 但是呢 现在呢 我觉得现在这批人呢 都是在赚钱的 ok 所以心理上呢 就有点轻松 啊 不是那么担心 所以呢 他应该会守住这条线 然后我们就要看股价 可以不可以突破这钱稿了 ok 这钱稿 这钱稿大概是2块7吧 2块6毛半2块7呀 都要吃过这个他才会有 才会有继续上去 他是他的图是比COSAN是比较弱一点的啊 这个这个就这样讲 但是我们这个之前讲过很多次了 这个只是算一个非常短期的一种交易 所以 所以 形式呢 是很快就会反转的 ok 你 如果你要用这种方法的话 你要最好是有这个 啊 全天定盘的一种 时间啦 啊 要你的定盘 比较容易去 啊 控制吧 控制的风险 如果你没有的话 就 你最早就知道说 这个是你的 sucket price 这个是你的 是你的那个 啊 不然的话呢 啊 这种短线调运呢 是很高风险的 非常高风险的 ok 所以这supermax的 是比较差 COSAN暂时 COSAN暂时是最好的 ok 我们就去看一下另外一个 TOKROF TOKROF呢 老实讲 也是 也是 算差吧 也是算差吧 还是向下的 而且他是还没有止跌的 因为他 还没有一条 这条红线 这条红线 还是你看到 红线是一直往下跌的 ok 他没有上去的样子 耶 so 呃 暂时就不要看吧 ok 你 除非你是基本面的 你对 他的基本面很有信心 你可以私下 然后私下 分配下 筹码 你的资金 可以私下去 接入 但是如果你是 技术面的 你看到这个这种图 通常你就不会进去的 ok 因为他是越来越低的 红线 所以基本上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 再讲 TOKROF是最差 Supermax 也是差 因为你看他的红线 他没有上去的 看到没有 这是一只的 所以 呃 Cosan呢 就已经上去了 ok 这个已经上去了 看到吗 这个上去了 这好一点 Hatta呢 就是 呃 黑色也是没有啦 也是 在最底 所以 最漂亮的 才是 Cosan 然后呢 就是 Supermax 再来就是Hatta 最差的 就是TOKROF 如果是看图的话 你看 你用这个筹码风 Session Volume Profile 加上这个VVAC 来做宽端的话 是比较弱一点的 当然这个是 这个是 这个是 算是种非常 短的交易的一种技巧啊 我不鼓励大家去 啊 不鼓励新手去 啊 应用这种这种方法 因为你要盯盘的 OK 呃 如果你是比较长期的 啊 你就看回我之前的 讲的视频 就是星期六里半天讲的视频 那边呢 就会讲到比较详细点 但是算是比较中期吧 的技术面 啊 就是说我那时 如果我没有 就是说我那时 已经良心两个礼拜讲了 千万还没有止跌 千万千万不要随便冲进去 如果你有听我讲的话呢 你这两个星期其实是 还算是安全吧 还没有进去的话 还是安全的 因为那边长期来说 信号还没有出来 信号是什么呢 你可以看回之前我讲的东西 呃 就说你通常你要突破那个叫做 POC 那这个POC呢 不是这个Session World的POC 是那个整个头码的 POC 或者是说 最少最安全就是说 要形成 HIGHER LOW 也就是第二只脚的时候才介入 那个算是长期的 其实方面呢 没有没有没有第二只脚 没有突破那个 POC那个头码缝 通常不看 不看他 哎呀 但是这个 如果你是讲这个 Session World的POC 这个呢 就是比较短期的 小短期的 我们就用这个 Session World的来翻 呀就是我讲的 但是anyhow 呀 最漂亮的是 Korsan HATA Supermax 跟Toccoff呢 是比较差一点 Tato比较差一点 OK 嗯 OK 这个就是我 个人的分享 呃 当然 并不构成任何的买卖建议 啊 你也不要相信我讲东西 呀 你自己去做功课 啊 自己去看一些 indicator 我是用Session World的Profit 跟这个VWAP 你可以用 呃 其他的 什么MACD也好 RSI也好 或者是要FIPO90 什么东西都好 呀你自己决定 然后去然后去综合起来 去综合 去判断一下 现在是什么形式 值不值得 你去 进场 也要考虑下 那个 啊 啊 Risk跟Reward的Ratio 呀 跟一些 啊 资金管理 呀 啊 这些东西呢 都会帮到你的 在做交易的时候 是会帮到你的 OK so 呃 如果你喜欢我视频 就帮我like去share 啊 也可以在留言那边 留下你的comment OK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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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